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我们跨世代战书的三组选手都已经坐在场下了 他们分别是单轮车王子王念江 神边王 王传飞 当然还有已经我们两星冠军的新华小货少 同时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冠军见证官 他就是科普中国十大科学传播人物 陈正 陈老师 有请 大家好 陈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交通大学的沃利老师陈正 在网上又有一个名字叫科学实验打玩家 来到二世代战书这个舞台上 能够和许多脑力和体力都格外出色的这些选手 在一个舞台上来见证他们的出色表现 对我来讲也是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今天的科学道理非常多 有装置艺术 平衡的艺术 它也是一门不是所有人能够练的艺术 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组选手登场 大家好 我是独龄车小王子 王建江 我来自山东剧野 如来东网 不走寻常路 跨时代战术 我来了 第一次见证 一技合成 上下都要掌握平衡 太精彩了 来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叫王念江 我来自山东剧野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曲江丽 来自山西运城 我是王念江的妻子 为什么今天来到我们 跨时代战术的舞台了 我今天来的是因为我的妻子 我的妻子也是咱们节目的 忠实粉丝 他看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有很多高手 所以他想让我来表演同轮车 因为我从小表演同轮车 我的平衡能力 以及运动能力也特别强 所以说我今天来到这里的 我是来得冠军的 说来也巧 我们的节目当中 之前也来过很多骑独轮车的 但是今天您要说做这个装置艺术 还是第一次见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怎么一个装置艺术 这辆独轮车也是我自己做的 然后看起来不是太特别美观 就是现在是一个轮子的 我把这个轮子加到下面 就是两个轮子的独轮车 你看他做的这个还挺巧妙的 它只要有一个卡黄的一个结构 刚刚好卡里面 它里面就没有间隙 它就不会晃动了 这辆独轮车它的难度就是 你往前骑它往后走 对它是反过反向的 学这个独轮车需要很长时间 因为你要转换一下自己的思维 变过来拧过劲来 对对对 那除了这个装置 还有没有其他的更厉害的装置 给我们展示一下 我想再增加一点难度 再增加难度 再加一个轮子 三轮车 三个轮子的独轮车 越来越离谱了这件事 三个轮子的 其实给一个轮子的是一个道理 就是增加了一些高度 这辆独轮车是三个轮子 我还有一辆独轮车 这辆独轮车也是难度最大的一辆 而且是非常的特殊 又折磨自己了 对 什么样的独轮车 给我们来看一下呗 陈老师 看到这个装置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也有点疯狂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骑惯个自行车 上去登三轮的时候 只要人一歪 就忍不住的要拐把 实际上三轮车 你就扶着把 斜着骑照样能走 没问题 但是很多人上去就歪 因为这是人的一种本能 你坐在一个这样的车上面 你平常都是正着骑车的 突然这车一歪 你的本能反应 你是想把它叫正过来的 但问题是正过来 你就偏一个中心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自己的 那个平常养成的习惯 那种对抗 王老师 我今天来呢 我想挑战一下自我 我会一只脚摇车摇一分钟 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 那我们看看挑战能否在今天成功 我们请请工作人员上道具 单脚挑战 你准备好了 我开始计时 单脚上来的时候 计时开始 我觉得双脚的稳定都非常的难 准备好了王老师 好 三 二 一 开始 我一个脚都没有办法骑自行车 它只有这180度的空间 因为一旦上去 尤其是最上面那个死点 是很难发力的 其实要考验它的左腿的耐力 其实这一点 还有十秒钟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挑战成功 太厉害了 恭喜你小江 小江同学 刚刚展示了这么厉害的平衡能力 我觉得你这个平衡能力 在稍后我们的比赛当中非常的占优势 因为稍后也是一种平衡 如果你在稍后的比赛当中赢得了冠军的话 你想用这一份祝梦基金来实现什么梦想 我会开个小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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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精彩了 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东梁山的 随便王王传飞 我叫王成泽 这是我的爸爸 那今天来到我们 跨时代战书的舞台上面 有信心能够在 稍后的时候 夺得冠军吗 有 因为我自由习武 武术那个本身 是我的强项嘛 我2018年的时候 打破过这个 金吉斯世界纪录 鞭子开啤酒瓶盖 哦 顺了 避开那个小铁环 脚非常的精确 我小心一点 很棒 小朋友也练这个鞭子 是吧 刚刚练得非常好 是你自学的还是你爸爸逼着你学的 我自学的 他练了有有五年了 你觉得练鞭子的时候帅不帅自己 我感觉特别的帅 我感觉特别的帅 都抖起来那种感觉啊 想问一下纯飞 那抽鞭子我觉得其实 不就是甩起来 然后甩的准吗 应该也没那么难吧 嗯 其实抽到后边 基本上胳膊就就已经酸了 没劲了是吧 对 这样吧 那我儿子给你示范一下 我跟王大师学习一下 对 那我先拜你为师 给我们简单演示一下 怎么来 好不好 好 请工作人员上道具 那接下来这个道具 他是准备怎么样 给我们演示一下 瓶子不能倒 把他红色的木边抽掉 哦 小成哲有信心吗 有 好嘞 别 什么小成哲 师傅有信心吗 有 好嘞 师傅 那您接下来给徒弟 演示一下好不好 好 好的 四个 哇 很棒 师傅 我能试一下吗 行 没问题 哎 在这想的 哇 哇 啊 哈哈 用那意思了 哇 刚刚说实话 我这运气好 但是小的鞭子 和大的鞭子 应该完全不一样吧 对 因为大的鞭子 它越长 难度越大 哦 因为它需要 甩动的 那个距离 就会越远一点点 驾驭 对 哎 师傅 我想问一下 师爷 咱们还有什么 绝活没拿出来吗 其实我爸爸 还有一个 比我要厉害的 一个绝活 就是把一张扑克牌 加到两个瓶子的中间 把扑克牌抽掉以后 那个瓶子 还不会倒 特别的厉害 哇 我这个有点 因为这个难度非常大的 因为就毫里之间啊 对 因为那个扑克牌 非常的薄 你要抽到那个扑克牌 才能飞出去 哦 所以接下来 我们来展示一下吧 好 请工作人员上道具 观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在舞台上面 已经摆好了五对瓶子 那这每一对瓶子 都是相对而放的 中间放了一个扑克牌 那我们为了方便观看的话 我们在下面那个瓶子里面 放了很多那个泡沫球 抽下来 投票牌之后呢 它泡沫球会往上走 挑战一个就算成功 我们看看这次船飞 能够挑战几个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三 二 一 开始 准备好了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刚刚挑战非常的精彩 其实我们只要五个抽到一个 就算挑战成功了 但是我们的山菲抽到了两个 那接下来如果真正的赢得了 这次的梦想基金的话 准备用它来做点什么 我想给我儿子然后定做两条鞭子 因为它之前用的都是我 之前用的那个旧的 让它传承中华的这个编辑 然后以后更好的发展 那接下来请你说出你的挑战宣言 打虎亲兄弟 丧阵父子兵 神鞭在手 天下唯有 好的 希望你在接下来比赛当中 能够有优异的成绩 再次感谢这对父子 我们稍时休息 一会儿见 那接下来就请我们的下一组 神鞭登场 大家好 干啥啥评 玩就第一名 我是小博少 已经是第四次来到咱们的舞台了 三星冠军 我要成为您们心中的不败之王 欢迎 神鞭来了这么多次了 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好 干啥啥评 玩就第一名 我就是大家的老朋友 小博少 霍静轩 大家好 我又来了 没错 干啥啥评 玩就第一名 我就是一不小心就完成 和北大都组的小博少 霍静轩 这次我们的冠军 依然是我们的青北小博少 旁边这一位呢 大家好 我叫唐爱伦 我是小博少的高中同学 那这次霍静轩有没有信心赢得冠军 这次本来我是挺有信心的 但结果是一看两位大哥 都是非常的这个武艺高强 还有这个体育也非常厉害 再加上还有这个搭档 这次变成了这位 反正心里有点嘀咕 那这次为什么陪他过来 这次因为就是 他在之前的节目中 他上两期节目中 我一直都看了 他在跟其他人在一块来的时候 他一直在Q我 说我坑了他 然后我就很气愤呀 上次那个搭档 他主要是太坑了 第一轮我选择的应该是天津和文学 为什么要给我一个理工男 选文学类的题目 那如果这次又一次蝉联的冠军 你准备拿这份猪猛基金做点什么 我得给他整一个健身卡 您瞅瞅他这身材 都是我两倍重的 兄弟你是真疼哥哥呀 必须得真的给他办一个健身卡 因为咱这个节目不光是脑力的比评 也是体力的比评 像他这样子 你看 为什么他当不了选手呢 就是因为他这个体力太瘦 这是现实的 接下来 你的这好同学办完健身卡之后 也希望他能够有朝一日 来到我们跨时代战术的舞台 好了 那接下来 请你说出你的挑战宣言 三星冠军 我一定会成为舞台上的不败之王 话说出去了 到底是否能够不败之王 我们稍后进入到今天的 跨时代赛道 欢迎大家来到 夸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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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夸跑的 跨时代赛道环节 三位选手已经各就各位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将会介绍一下 比赛规则 我将会依次地来给大家出题 出题之后 开始倒计时 大家用最快的速度 到达终点拍下 答题案件 第一个到达终点的 将会有第一轮的答题机会 答对的积分 答错的轮到下一位神手来答题 谁先击对五分 就可以赢得我们这次比赛的胜利 获得无限挑战之心 那么每个人都有一次 求助场外我们助力团的机会 那现在答题开始 第一道题是一道美食题 请听题 我们俗称的二刀肉指的是 靠近猪身上的哪个部位的一块肉 A 五花肉 B 后腿肉 C 排骨 倒计时 三 二 一 我六杯 沉大同 孙女 沉大衣服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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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后腿肉 对 那你到底回答的正不正确呢 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后腿肉 好 好了 接下来是一道视频题 请看大屏幕 三位看得挺美哈 问题来了 这个视频片段是在人在囧图的王宝强救人的片段 那请问一下刚刚王宝强救人的方式的名字叫什么 A 海姆立刻急救法 B 心肺复苏数 C 人工呼吸 倒计时 三 二 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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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撤 获撤 怎么回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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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劲了 现在陈飞第一名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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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陈飞 第一名打到 小A 那到底是不是海姆立刻急救法呢 恭喜你答对了 这次海姆立刻急救法 这次海姆立刻急救法 恭喜你答对了 这个就是经常会看到的 我们都要学习一下 因为看到现在的这种紧急情况实在太多了 小朋友一些笔盖之类的 什么吞咽东西啊 一定要学会家长 那顺便也说一句哈 给大家提供一个小的参考 就是我们家里边那个卷筒纸的 卷筒纸的纸芯 那个小筒啊 那个筒 我们有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如果你的零件 或者说那种小东西 小玩具 能放进那个桶里去 那就最好不要给低零的孩子玩 哦 感谢陈教授 今天就学习了很多东西啊 下面是一道美食题 请听题 A 腔面馒头 是一种山东的主食 这个腔面 请问一下 是揉进了什么 A 干面 B 碱面 C 玉米面 倒计时开始 3 2 1 2 2 两位大哥 这么的踊跃 小姜 A 干面 对 那这位山东人 到底能不能 答对这道山东的题呢 恭喜你答对了 干面 就是呛面买的 接下来一道题是生活题 请听题 请问我国的哪座城市有 日光城之称 倒计时 三 二 一 加油 看来我们的全非正在第一位 小姜 加油 小姜 加油 加油 那接下来请问一下传非 你的答案是 日照 不对 那接下来 后照 日光的话应该太阳比较多 昆明吧 到底回答的正不正确呢 和对 小姜你知道吗 我求助 来小丽 拉萨 小丽 那到底拉萨是不是正确答案呢 恭喜小丽 就是拉萨 哇 哇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那我们现在小姜积三分 那接下来下一道题请大家回味 这是一道文学题 请听题 笑叶如花 是形容一个人笑起来很漂亮 那机中叶指的是什么 倒计时 倒计时 二 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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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姜那其中叶指的是什么 不知道 猜一个要不然就倒计时了 脸上的哪个部位 三 二 一 那接下来全飞 酒窝 你到底是不是呢 恭喜全飞答对了 下面一道题是一道历史题 请听题 我国古代的婚礼仪式当中有一项何锦礼指的是什么 A 夫妻对败 B 喝交杯酒 C 鲜红盖头 倒计时 三 二 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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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 第一个 回第二个 特上 小姜 合金里指的是什么 A A 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 很遗憾你答错了 那接下来全飞 哎 别喝 喝交杯酒 嗯 那到底喝交杯酒是不是正确的呢 恭喜你答对了 哇 再又积一分啊 喝交杯酒 合金里 那个锦实际上是一种瓢 它是用一种刮切开形成两半的瓢 这个合金呢 呃我们叫交杯酒是后癌的说法 实际上是那一人拿半个瓢 啊 哦 这样子呀 明白了明白了 霍少你这个不努力啊 现在零分呢 没事 这次这次要输的话 就可以把锅甩给他 就因为带他来了 好的 那我们回到起点 接下来是一道美食题 请听题 烧烤当中的掌中宝 是这个鸡的什么位置 A 鸡爪上的肉垫 B 鸡翅根的软骨 C 鸡大腿的软骨 倒计时 3 2 1 轩飞非常的快速 轩飞 第一个到达 要将第二个到达 轩飞第一个到达到终点 你的答案是 B B吧 选B 不改了 到底是不是鸡翅根的软骨呢 答错了 小江 C 那到底是不是C呢 恭喜你答对了 恭喜小江来到了赛点 再答对一道题 你就赢了 下一道题 请大家回味 小江的赛点 这是一道生货题 请听题 请问一下毛笔当中的狼嚎毛笔 是用什么动物的毛做的 A灰狼 B黄鼠狼 C交廊 倒计时 3 2 1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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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少 霍少 我选B吧黄鼠狼 到底霍少能不能 答对今天的第一道题呢 恭喜你答对了黄鼠狼 是的 恭喜你答对了黄鼠狼 还是小江的赛点 接下来是一道地理题 请听题 请问水浒传当中描写水坡梁山中的梁山 位于山东的哪个城市 A济宁 B济南 C自博 倒计时 3 2 1 开始 小江 请作答 几年 A A A 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 那 那 A 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 A A newer 提前 谢谢 前面 今天 小江 来 拿到了跨时代战书的冠军 恭喜你获得了 我们的无限之星勋章 我们有请陈陈老师 为我们的小江颁发 这份荣誉的勋章 有请 恭喜 恭喜 好的 感谢陈老师 这里就是我们 这一期跨时代战书的 全部内容 我是王爷 也希望各位能够关注 天津卫视每个星期四 晚上的9点20分 的跨时代战书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拜拜